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你两分钟看完《隐秘而伟大》第42集,邓局长刚把钟摆明的任命书你好,吩咐他在你一份委任,当天下午,一场人事会召开后,钟摆明如愿当上第四名副局长,同僚们纷纷发来祝贺,纵然他满脸笑意地应付着,结果其声凭天天压人,现在又搞出个常务副局长的身份,等同于挂权不挂名的局长,钟摆明拨通崔战长电话,原以为通共分子应是夏季城, 奈何崔战长的大仇已报,顾耀东成为他升官发财的绊脚石,除非想办法除掉,医护着培养居言与之对抗,刘警官是王柯达亲自提拔,如今王柯达出事,嫌疑处归于钟摆明管理,并无过多兴奋,终究是李奇坤稳重善良,吃完最后几针,赵志勇抱着东西走到门口时,似乎再也无话可说,眼见顾耀东回归邪二处办公室,面露欣喜,其生平要在金门饭店宴请朋友庆祝,特地吩咐方秘书 给顾耀东送去请柬,只有他有资格参加,就连行二处也都沾光,普通老百姓吃不起饭,更何况花钱下馆子,门旁停放一辆拖运货物的马车,转身便见顾耀东站在旁边,自从关系破裂后,俩人很久没在警局之外的场合见面,听问赵母要回乡养病,总有机会治好,临行之际,赵母不放心儿子,顾耀东举着雨伞看向他,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,并将稽查处逃处长撤职查办, 剩余三名假扮绑匪的行动罪员也被判处死刑,财政局丁乃生被查封财产,连带所有参与挪用公款的职员,一同撤除职位,等待调查,田副署长和警察局,因为有王柯达做替罪养,侥幸逃脱制裁,因为五名无辜人士不能枉死,其生平还是带人到洋艺学家致歉,顺便送上那双白色皮鞋,当天夜里,沈青和抱着杨福朵安慰,他在最黑暗的时刻遇到夏季城,同时杨福朵也遇到了顾耀东, 这两个人帮助他们驱逐黑暗,提供光明和未来,如今丁家上下乱成一团,丁乃生和夫人正狼狈的收拾家当,准备外逃,仿佛像个局外人,尤其得知丁母要将自己留在上海,不禁暗自嘲笑生离死别当前,女儿竟不如前重要,几辆警车停在阳楼门外,中板名帅领行一处和行二处警员跳下车,及时撞开大门,逮捕丁乃生夫妻,所有人在空房门上贴好封条,顾耀东敲门询问,无人回应,几声过后, 忽然意识到什么,仅有一门相隔,最终萧荣德等人赶来打破承诺气氛,纷纷拾去下楼,丁放早已要到有此结果,可他仍旧不可理喻,丁放并未直接前往公寓,先是用手券包好几根金条和首饰送给司机,围着一辆轿车议论纷纷,顾耀东立马冲出福安诺,将全部家当送给杨福朵,日子转瞬即逝,反倒是顾耀东顺利通过入党申请,还是一位隐蔽战线的战士,只有代号没有名字,只有行动没有声音, 可是却能为后辈们留下革命信仰,两天之后,打算将顾耀东提升为警政,愿意成为他的介绍人,从而保障试图走得更远,方便潜伏工作,老董担心顾耀东出席重要场合无法应付,于是建议他和沈清河的关系再进一步,俩人将一位婚夫妻的身份公开于众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!